大家好,我们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开源项目 那么这个开源项目的名字呢叫做有趣的剪辑 它是一个这种自动化的视频剪辑工具 经过实际使用之后呢,这个项目的效果确实非常的出色 它呢也确实是有它自己的优势所在 跟我们之前介绍过的一些视频剪辑工具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怎么使用 下面有些说明,这个大家有心情的话可以自己来瞅一眼 我们直接看工具 那么这边是它的一个压缩包 那么这个压缩包呢不大,3.21G 这个大家可以下载一下 这边打开之后呢,这个这边有个启动 双击就可以 那这边稍载一下 这样的话就打开了 这边有个地址,我们把这个地址打开 那么它的使用界面就是这样的 大家看一下,要剪辑 这边呢它分两类,一个是视频剪辑,一个是音频剪辑 这个我们分别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这边视频可以去选 我们先来用它的视频做个演示 这个下面有点一下 这个是它的视频啊,看一下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这里是读书369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是 好,这个是这么一个视频 然后这边选择之后呢 这边我们直接点这个识别就可以 它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这边一个3分53秒的视频 将近4分钟 那么花了大概8秒钟的时间 它把这里面所有的语音全部识别成了文本 这样的 然后这个下面是它的字幕 这个我们不用管它 呃,我们怎么去剪切呢 它这边的剪切呢 是按照这种文字来剪切的 比如说这句话我们是需要的 你可以把它贴到这边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来选择 比如说有些文字是我们需要的 那么有些片段呢 可能我们不要 这个大家都可以自己去选 我们现在有一个想要的 比如说我们给大家做个演示 把这句话复制一下 这边它提示我们说用这个 警号做一个连接 这样 然后我们再来找两句话 这个吧 好,再来找一句啊 那一定更好刺激 我们就挑这四句话 假如说你就是需要这四句话 所对应的一个片段 按照这种格式去写好 呃,下面这一些选项的话 是针对这个视频的字幕 这个我们一开始是没有字幕的 所以我们先不要管这个 我们直接点这个裁剪 这边稍等一下 速度很快 大家看 马上就出来了 然后这个是他会给我们 拆解好之后的视频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按照我们这些话 来给我们剪切的 无万卷书 行万里路 今天给大家分享 人民日报推荐的八条理由 告诉你 人为什么要多读书 把我们带到浩瀚的天地 你无法到达的地方 文字在你过去 书中未必有黄金屋 但一定有更好的自己 大家看到这个效果了 完全是按照我们这边 选择的这些片段来剪切的 最后呢 给我们合成了一个完整的视频 这个效果确实是不错 那么这边这个视频 这是什么地方呢 这个需要给大家说一下 它有个默认的地址 它是在这个地方 给大家自己注意一下 那么这个地方 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 大家需要自己下载保存 要不然的话 你可能是这个地址是不太好找 那么这边 大家自己点这个下载按钮 去下载一下就可以了 这边是我们的第一个功能 我们再看这个第二个功能 就是这个剪切并添加字幕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调整这边的这个属性 这些参数 当然它这个默认的已经足够了 大部分情况下是不需要修改的 那么我们再来试一下 点这个 这边同样的它在运行 运行完之后 这个存储地址是这个 这个大家需要注意 那么你需要的话 就自己保存 这边它给我们加了字幕 我们来看一下 不万卷书 行万里路 今天给大家分享 人民日报推荐的八条理由 告诉你 人为什么要多读书 把我们带到浩瀚的天地 你无法到达的地方 文字载你过去 书中未必有黄金屋 但一定有更好的自己 大家看到了 是吧 它这边有字幕了 那么这边呢 可以调整这个字幕的颜色 这个比如说我要红色的 我们点一下就可以了 这边我们再来点一下 不万卷书 行万里路 今天给大家分享 人民日报推荐的八条理由 好这边字幕也出来了 就这个效果 那么它这个字幕后面 其实有个逗号 它这个东西其实不太好 这个逗号应该去掉的 它这个是 它本身就是这样设置的 所以这个我们暂时 没有办法去修改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字体的颜色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文本里面 这边有个这样的文件夹 这里面是放字体的 就是如果说大家有这种 别的字体 比较你喜欢的字体 然后你可以把它放到 这个文件夹里了 这样的 然后呢 你可以使用你自己的字体 然后来生成这个相应的字幕 这个是这个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另外一个功能 它这边呢 可以通过这个人物的说话 进行一个识别 然后可以把这个不同人 说话的片段 一次性剪切出来 那么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去操作 把这个换成yes 然后点这个识别 那么这边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字幕识别内容 这边呢 多了一个spk 后面有个数字 这个呢 就代表这个说话人 然后我们来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就这个 名吧 我们把这个复制下来 这是这个说话人的id 我们把它贴到这个地方 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用多个说话人的话 也是 用这个紧和去连接就可以了 这边我们就用一个 做个演示 这边直接点拆解 它这边这个识别 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它这个有时候 这个后面这个id spk0 在这边 它不是每次都能识别出来 它有时候会识别不到 那么这边可能是没有这个id的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把这个项目关掉 把它擦了 然后重新开启一下 重新上传一下 这样就可以检测到了 它这个工具 还是有一点bug的 也不是那么完美 但是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 它是这样 然后这边剪辑出来了 它这个剪辑完的视频 它并不能马上显示 包括有时候 这边上传视频的时候 它可能 也是不能马上出现的 那么这个大家需要耐心等一下 因为它上传可能需要时间 这边剪辑了 我们听一下效果 非常高兴 能够和几位的话 一起来讨论 互联网企业 如何决胜 全球化新高地 这个话题 其实的确的话 就对我们互联网公司来说 如果不能够问当地的人口的话 我想我们可能 这个整个的 就失去了后边所有的这个动力 不知道你们各位怎么看 就是我们最大的这个问题 是不是 这边大家听到了 是吧 它这个 根据我们这个人物的ID 然后来检测的 都是这个女的在说话 都是她一个人的声音 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假如说你这里面说话的这个声音 比较那么相似的话 好几个人的说话比较像 可能区别不大 那么它这个识别呢 不是那么精确啊 它这个识别是有一点问题的 这个我们也可以给大家 举个例子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我们自己找一个视频 这样 然后传一下 大家看这边呢 就没有马上出来 时间也没有 这个需要去稍等一下 稍等 大概等了十几秒吧 然后这个视频出来了 这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好我们就看到这儿啊 这个视频里面呢 大概有 打算进入娱乐圈了吗 这个视频里面 大概有五六个人在说话 那么它这个识别效果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看啊 后面这个 就是零 然后呢 一 然后还有没有别的 零一二 它应该是没有二了 没有了是吧 它就识别出了两个角色 一个零 一个一 那么这个显然是不对的 就是说它这个里面 可能这个说话声音有点像 那么它这个识别呢 就不是这么精确 所以这个效果呢 其实并不是太理想 所以大家如果使用的话 这个我觉得就可以不用考虑了 或者说你这里面的 视频里面的人的说话声音 区别比较大 比较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那么这种它应该是可以明确的分别出来的 如果说像这种视频 它这个说话声音很像 那么可能是 不是太理想 这个大家需要了解一下 这个就是这个视频裁剪 然后这个音频裁剪 跟这个视频裁剪也差不多 这我们就拿它这个例子吧 这样子听一下 EmailQ的读者大家好 我是Gipbank科技的创始人和CEO 也是EmailQ中国的创始人 霍泰文 社区里面一般叫我凯文 欢迎 就这段视频 我们也是视频 这个使用方式跟之前是一样 所以我们这边就快一点 好就这样 然后我们直接点这个 裁剪 裁剪好了 这速度倒是挺快的 我是Gipbank科技的创始人和CEO 这一次呢 我也特别请到了一个老朋友 在这个支付宝 我们做这个KU Club 就是沙龙 这个剪切效果确实不错 这个区分说法人跟前面是一样的 它这个工具整体来说 它的优势非常明显 如果你想要哪些片段的话 它可以通过字幕去精确的去控制 这个确实比之前的那个 视频剪辑要方便一些 然后这个工具呢 还有另外一个需要大家注意的问题 就是它这边需要一个 安装一个工具 我们看一下 它需要安装一个这样的东西 如果说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那么也是可以使用的 但是它就不能使用这个 裁剪并添加字幕 因为这个添加字幕这个功能 是需要用到 这边这个工具的 如果说大家不使用这个 添加字幕这个功能的话 那就无所谓 你这边这个工具 你装不装都行 如果大家想用的话 那么这个工具还是要装一下 然后这个东西怎么装呢 这个你可以去搜一下 比如说我们这个 搜索一下 第一个就是 这是它的官网 那么这个下面你可以找一下它的这个 它这个安装 那么就是这个 大家点一下这个 把它打开 那么这边的话我们可以找一下我们的版本 相关的版本 这个不是啊 我们是装在Windows平台 就是这儿啊 这就是二斤的版本 那么大家可以下载这个第一个啊 第一个这个应该是最新的 我们下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下载后之后呢 你就安装 我这边呢是装到的这个地盘里面 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文件夹就是这个地址 这个大家需要去复制下这个地址 然后呢需要做一个简单的设置 那么这个设置在哪呢 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个里面 这个 这个文件夹 大家要照着我这个地址来找 找到这个文件夹 然后呢我们这边有一个 这个 这个文件 把它打开 那么在最下面 最下面 我这边呢给大家加了一行备注 就是修改为你自己的地址 那么你这个 把这个后面这个玩意儿啊 把这个改成你自己机器上的这个 exe的地址 这个需要大家自己去修改一下 这个修改好之后呢 你保存一下 然后这个 这边这个功能就可以使用了 这一步是必须做的 如果你需要使用这个添加字幕这个功能 那你是必须这么做的 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他可能找不到这个地址 他会报错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 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照着来一下 其他就没有什么了 这个工具主要内容就是这些 如果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下载一下 大家拜拜 拜拜